在rept当中呢可以对标高进行设置和修改 那么接下来我们学习如何来修改标高的设置 那我们首先打开光盘当中 第四章 RVT 这个目录当中的标高组绑练习这个项目文件 由于我们是使用2013版打开旧版本的文件 因此呢它会出现项目升级的对话框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这个项目之后呢默认会自动切换到蓝立面是图 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这个项目当中 已经创建了标高1和标高2两个标高 那么标高的高层单位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毫米 标高形式是一种国际上的一个标高符号形式 双击 东立面切换到东立面试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东立面试图当中呢有相同的标高设置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修改标高的标头符号以及它的 显示单位这些信息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Revit当中该如何进行修改 那么我们说Revit当中每一个对象都是由族来构成的 那么因此呢我们标高的标头也是由独立的族来构成的 我们要使用这个族呢 我们首先需要将族载入到当前项目当中来 我们切换到插入选项卡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从库中载入这个面板当中的载入族 这个工具 我们单击这个工具呢 可以打开载入族这个对话框 我们浏览到光盘的第四章RFA这个目录下 那么我们找到中国标高标头这个族 那么我们注意呢 Revit的族呢 它是会保存为RFA这个格式的文件 我们单击打开 再入这个族之后呢 我们必须通过设置才能在项目当中发挥作用 我们切换到软利面式图 我们选择标高2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属性面板的类型选择器当中 它会显示出当前的族为标高 那么同时它的族类型呢 叫8毫米标头 那么我们单击编辑类型这个按钮呢 我们可以打开类型属性对话框 那么在类型属性对号框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标高所使用的组呢 叫做它是一个系统组标高 那么同时呢 它的类型呢 是8毫米标头 我们在这个列表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项目当中 只有一种8毫米标头的组类型 我们可以单击后面的复制按钮 我们弹出名称对号框 我们在名称对号框当中呢 可以输入中国标高样式 那么将这个名称呢 作为新的一个标高类型 按击确定返回到 类型属性对号框当中来 那么我们注意 在标高的类型属性对号框当中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符号的一个设置 我们在这个符号后面的列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所载入的中国标高标头 C上标头标高 这个组呢 就已经显示在这里了 我们将标头呢 设置为C上标高标头 那么其他设置呢 我们不变 我们单击确定呢 退出类型属性对号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标高2已经修改为 中国样式的标高符号 同时标高的标高值单位呢 已经修改为米 那么这是符合国内的制图规范要求的 那么事实上来讲呢 Riveter的标高呢 是通过足和其类型的设置 来控制标高的显示方式的 那么这里由于我们将标高2 修改为新建的中国标高样式 那么标高1呢 它并没有修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标高1呢 我们这里选择它 它依然是8毫米标头 因此呢 它仍然保持8毫米标头 这个足类型所设置的样式 我们再次切换到东立面试图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东立面试图当中 标高2呢 也已经修改为与南立面试图 完全相同的标头样式了 因为Riveter当中的标高的显示方式呢 它是由足类型来决定的 我们切换回南立面试图 那么我们在选择了这个标高1的 对象之后呢 我们在属性面板的 类型选择器当中 我们可以在这下落列表当中 我们可以来修改这个标高的样式 那么这里呢 我们刚刚所创建的 中国标高样式呢 已经显示在这里 那么我们将标高1呢 也修改为中国标高样式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已经显示成中国标高样式了 那么注意的是呢 Riveter当中 它不会去自动添加0标高前面呢 自动来添加正复0符号 这样的标识符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变通的方式呢 比如我们自己自定义一个 带有正复号的标头组的方式呢 来单独定义正复0的标高的显示形式 那么我们继续保持这个标高呢 处于选择的状态 我们单击编辑类型这个按钮呢 打开类型属性对号框 我们修改标高的线宽 这一部分的值呢 我们把它修改为1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线宽呢 将显示为1号线宽 那关于线宽的设置呢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 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我们这里呢 只要知道 这里是代表一个线宽的值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将颜色呢 可以单击后面的按钮呢 把它修改成红色 同时我们的线形图案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去修改它的线形为虚线 那么保持其他的内容不变 那么我们单击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标高就已经修改为 我们指定的一个形式了 同时呢 对于标高的这个连线呢 已经变成了红色的虚线 我们同时切换到 动力面次数当中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次切换到 难力面次数当中来 那么在Ravit当中 标高的高层值呢 这里显示的是一个相对高层 那么我们选择任意标高之后 我们可以打开它的类型属性对号框 我们可以将它的高层测量基点呢 我们通过这个机面的方式呢 进行调整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默认它是项目基点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取一个相对的高层 作为正负零零 那么然后它是以相对高层的方式 来显示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 通过这个列表当中 将它设置为测量点 那么测量点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海拔高层 它会以实际的高层值呢 显示我们当前的标高的内容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显示为正负零零的位置呢 现在已经显示为 10米了 那么我们继续保持 F2这个标高呢 处于选择状态 我们打开标高的类型属性对号框 我们在类型属性对号框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选项 叫做端点一处的默认符号 那么我们勾选这个符号 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标高的左侧出现了标头符号 那么我们说 Ravit是通过类型属性对号框当中的 这个端点一和端点二的这个默认设置呢 来设置在视图当中 是不是显示两个端点位置的标头符号 除了使用类型属性对号框当中 对标高进行这个批量的设置之外呢 那么我们还可以手工的来控制 标高的标头呢 是否显示 那比如说 我们希望标高二当中的这个标头呢 不显示 那么我们可以勾选 它这个隐藏编号的这个选项呢 将它隐藏起来 那么我们这里注意的是 我们使用隐藏编号的这个选项呢 它不会影响其他的标高 虽然这两个标高都是属于 中国样式标高的组类型 但是呢 它只会影响它所选择的这个标高的内容 继续单击呢 可以将它显示出来 那么除了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标头的显示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控制这个标高是否来添加弯头 那么单击这个符号呢 我们可以给标高添加弯头 那么在添加弯头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拖拽这个弯头的形式呢 将它拖回到指定的位置上面来 当我们拖动这两个符号重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又会返回到添加弯头的这个状态 在revet当中 如果当两个标高端头对齐的时候 它会显示这样的端头对齐符号 那么当两个标高的端头对齐的时候 我们拖动这个标高的端头位置 现在我们可以修改这个端头的位置 那么我们在端头对齐的时候呢 我们拖动它 我们会发现所有对齐的标高会同时移动 那么当我们单击这个符号 将它变成解锁状态的时候 我们再来修改标高的端头位置呢 我们会发现 那么其他的标高呢 不会再随它一起移动 当我们拖动这个位置 返回到端头对齐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松开 它会自动的进行锁定 那么完成这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关闭这个项目 不保存对文件的修改